静下心来 中国足球别说中国足球了 中国足球我静不下心来了 静下心来 想了想昨天晚上现在初一了 晚上北京时间晚上快十一点了 看看昨天的春晚 我就整体评价一下吧 虽然不像三年前 就那种特别专的春晚 今年的春晚 东哥给大家评价一个什么 一个评价呢 小心翼翼的春晚 他的歌 他的小品 他的相声 包括沈腾的 我就被看好沈腾的相声 那个小品啊 包括沈腾的 我居然都没有乐 虽然我很喜欢妈花 我很喜欢沈腾和玛丽他们 很喜欢长远什么的 但我居然没有乐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小品都是在 不赖沈腾玛丽他们 我觉得他们所有的小品都是非常的纠结和挣扎 做这个创作 因为可能有敏感化 有敏感意思 或者是有敏感的什么 像前年那春晚 我来晚了 对吧 沈腾扮演那领导过来 又拍照 有什么的 慰问这个第几层的受伤的 一下子就联想到今年什么什么事 对吧 所以今年的春晚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春晚 有两个让我惊讶 也让我记忆犹新的事 今天晚上 我就是昨天春晚 第一个小小的 就比较我印象深刻的是这四个主持人 那个新疆的主持人 还有咱们这个两位男男男士 还有咱们那个就跟张子迪原来的男朋友 我这帮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叫什么 两位女士呢 一个是什么丝丝的一女孩 就我一直认为人家鼻子是整的那女孩 包括一个新的女孩 尤其那新的女孩 其实让我挺惊讶 挺惊艳的 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党得非常的端庄 谈吐也不错 我觉得她可能 慢慢的可能是以后跟思思 可能一块搭档 以后中间力量 两位男同学呢 男是这个主持人呢 我觉得就是气势上可能差点意思 这两位叫什么忘了 一个新疆的一个先生 一个什么宁吧 忘了 反正这两位呢 个头都不是高 所以呢 说话或者都是挺 怎么说呢 没有那种气势 当然了 说朱金去哪了 我就别说了 对吧 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让我小惊讶的 但是今年2022年的春晚 中哥42岁 但是呢 我八卦一下 我按二来岁 三二来岁的孩子 说一句话 就是 今年的春晚 让我 让东哥过目不忘 记忆犹新的 就是春哥 我等到八点 当开始 映入眼帘的 那个什么叫 一阳千玺吧 应该还旁边等钞吧 我都没在意 中签的签 什么签 不好意思 春哥 李宇春 春哥 我好惊艳啊 那个头型 哎呀 那个身材 哎呀 这让我很惊艳 但是 我更惊艳的 也是春哥身上的 我一条修长的大腿 哎呀 像东哥这样 都不尽女色 东哥不尽女色 都不尽的 我自留一下 我 我自修感 腿好漂亮 当时我在 聚酒驾 我招呼我们所有人 赶快看看 完了 我那些亲戚都 哇 这是谁呀 李宇春呢 春哥 他都叫春哥 春哥 我说是啊 他们都是 啊 那条腿 没有什么毛 非常光滑 白脆 白嫩 大只腿 我当时我就 我说 太牛逼了 可前可后啊 可甜可惜 哎呀 这只让我挺惊艳的 你知道吗 后面呢 就是 最后了几个小时的春晚 从小品上 让我觉得没有意思 实话 沈腾来了 我可能稍微打起精神来 稍微看了看吧 就是喝那暖气水嘛 哎 也就那么 而且暖气水 说实话 它是对人非常有害的 它是有铁锈的里头 有很多很多 对人有极其伤害的 所以我也希望 沈腾这个小品专 之后应该做一个声明 然而之后 因为有很多人 很喜欢沈腾 但是呢 就因为这件事 我怕什么呀 很多孩子 赵猫 学狗 赵什么话什么 赵本轩喝什么的 真拿暖气水呢 第一 打开那个暖气啊 很难 如果只有孩子 拿那个扳手拧的话 可以打开的话 先跑气 容易把孩子 眼睛脸给熏坏了 第二 就热水 一下子给烫伤了 这是一个最重要 其次就是真的喝嘛 你敢弄凉了喝 带有铁锹那水 能给喝死的 我不能说喝死啊 我不是医生 但是一定会有大伤的 下面大家 我没有这个资格 我也没这个能力 能把这视频 带给沈腾同志 如果就我 我好心啊 如果说演艺界的 有一些同胞 有一些好哥哥 我也有 但我不好意思 麻烦人家 网友们吧 把这视频呢 看能不能给他 给他那个 结下来 就这一段 完了之后呢 发给沈腾同志 现在他们流行 叫同志摩操 发生 因为我们俩好像 差不多大 我79的 沈腾80的 还是78的 我也忘了 就说你好沈腾 就是你的这个 小品 还算有点意思吧 在整个春晚当中 还算有一点 虽然也不怎么样 我很喜欢你的 我一点都不会说你 我很喜欢你 完了 但是这个暖气水的事 我觉得 应该你做一个小的 一个提示 发在你的 比如说你的抖音上 或什么的 主要告诫那些 小学生啊 什么的 或者刚初中 或小学生 为什么 他们刚步入社会 不太懂事 他们真的拿暖气 那水接就出事 首先那个暖气 水很难打开 但是能打开 拿那扳手 要敲或砸的话 第一会跑那热气 把孩子们脸熏坏 第二 那热水 把孩子烫伤 如果这两个孩子 都躲过去了 真拿盆接了 喝 你想想后果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小品 我不敢说都怎么样 但是你应该后面 有一个提示给大家 就是好意 当然了 我的话 基本上跟放屁似的 但是能看我这个视频的 同学们 朋友们 我不是多事 我非常喜欢沈腾 整个现在小品当中 就看沈腾了 我只是善意的提醒 就那些沈腾的粉们 你们不用骂我 为什么 我跟你们样都是粉 我不是黑粉 真的 这个 我的老的一些视频的兄弟们 应该知道 我说什么 也都知道 我为什么支持他 对吗 咱们就都不多解释了 就两个比较惊艳的事 一个就是主持人 今天我总结 对不起 我总结一下吧 这个春晚四个 我觉得是 惊艳的两件事 一个呢 就是一个新的主持人 一个女孩 我觉得还不错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春歌 现在应该叫春节了 那没腿 真的就是 挺什么的 完了第三个呢 事儿 就是沈腾这小品的事儿 我想提个醒 我仅此而已 倒不是什么批评 或什么 提个醒 第四个 我说春晚有四件事儿 第四个就是 江坤上来了 江坤上来了 郭东刚呢 他这里的人呢 你们知道的啊 还有其他的小品 那么可能有一些 所谓的信号吧 但是我对江坤 我实实求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没有什么 可反感他的 因为我看小品的时候 包括唐杰忠啊 那会儿什么的 看江坤的相声 动物园 叫什么动物园 奇遇记吧 那我一下子就 按上了相声 因此我好好地看相声 所以我挺喜欢 江坤老师了 但是江坤老师 跟着郭德纲 要对干啊 那么目前来说 我真的不认为 郭德纲老师哪错了 所以我这肯定站台 站在郭德纲老师这边 这没有二话 但是我对江坤老师 我也没有什么 可指责或骂的 真的 因为有 因为他的这个 动物园奇遇记 我才真正的进入到相声 大家不信可以 百度一下 那会儿江坤 可以说相声界的 真的让我最喜欢的 现在肯定是郭德纲 完了之后 像今天这个 昨天的春晚那个相声 其实没什么意思 对不起 江坤老师没意思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虽然说我站在 郭德纲老师这边 但是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可憎恨的 实话 但郭德纲老师这事呢 我跟大家也说一下 我目前无可奉告 你们也知道可以问我 我确实有资格说这事 但是无可奉告 对不住 完了之后 祝一切都平安吧 今天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扫码 吸一吸 我没来 我刚才中国足球的时候 我就做完这入这个嘛 我没带 MAT特别好 不错 完了就是西安有寒健康 别吸烟 但是西安有时候想慢慢少吸呢 穿MAT挺好 完了大鸭 还有那个鳗鱼 还有菲利普的侧牙仪 孝姐父母的 大家都可以买 谢谢 完了之后 紧接着这东哥的小店 主要这里有水果 水果还有眼镜 还背包 还有水果 还有那榴莲 这是挺有意思的 大家呢 还有米什么的 大家可以买 东西都不错 东哥推荐 今儿就到这吧 其实再说一步呢 等于今天春晚的四件事 两个惊讶 两个事 一个提醒 一个评价 没了 完了之后 会再做视频的 感谢大家 因为我这脑子 对不起啊 我刚刚从那国足那 我还没完全回来 说白了 最近可能 薛耀东这几天 都在神经病状态 对不对 起来 鸡汉脚 我的努力 妈的 中国足球不说了 好